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主要的目的其實就是 要連開展的租金可以調降 是我們從六月多一直到現在為止 一直有訴求 主要訴求之一 就是它是最適合我們障礙者 中障者的一個公共出張 它是最方便的、最便利的 也是我們最需要的 所以我們認為 最方便的東西應該是最需要的 所以我們的理由就是 希望可以調降租金 讓中障者可以進去連開展 我們也在8月31日 在股閉的股閉上知道說 他說他的住宅問題 台北市的住宅問題 他應該以收入為主 但也應該是 不要打在一個自由留權 才有的權利在台北市政府 可是在同一天 都發取券 發布了第二波 連開展的出租公報 而出租公報裡面的內容 反應是 其中一條是 把所得的提升 從119萬 提升到125萬 這讓我們看到的時候 覺得是跟何必所談論的居住正義 是我覺得互相矛盾 那如果是這樣子 市長成為一個 台北市的一個大家長 那他怎麼樣 落實他所謂的居住正義 到底是對誰的居住正義 是弱失族群的 還是中裁階級的 還是有錢人的 所謂的社會住宅的 核心精神 就是必須保障 落學族群的居住權這件事 所以我認為 這樣子的一個住宅 不應該越來越偏向商業 越來越偏向所謂的自長性 他現在既為自長性 還是以私價為基準 這就是荒謬中的荒謬 假如若是我們都可以 出得起私價的八點五種 甚至是一半 我們為何還要居住 社會居住 本來就應該要跟私價統統 他本來就是要讓我們 若是居住的一塊地 我們必須用公圈居住 這件事 能夠像國外的社會居住一樣 是根據收入的三層或四層 來定價 必須要用這種像這種 以私價做為基準 因為這是我覺得很公平 不要說我們像這種 經濟弱勢的重度障害者 連一般的上班族 一個月三萬塊的 都未必能住得起 因為我們在外面 廚房子非常不容易 除了有障害之外 還有就是 一般現在房價太高 出境率很高 那我們又受到行中的疾勢 所以當科技政府 有第一波聯合開發宅 要出租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大的期待 能夠住進這個交通又方便 但沒有想到 他定的政策 他的租金實在太高了 另外他在這次 第二次的交出辦法裡面 有提到說他們沒有通用設計庫 所以呢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 身心障害者是有 那個資格申請入住 但是實際上 他就說他是沒有通用設計庫 也不可能改變 那這樣子 身心障害者 像我這樣的重度障害者 為什麼住得進去 零排仔 現在大家都會 他們一些 譬如說租金的門檻 然後也是一些 相關規定 大家都很確保不敢去登 營表登記 至於說 這種 多數人的居住需求 這是很被剝裂的 因為這些規定感 所以說 最終的只有 到一些 住得起 住得起 住進來 所以我們現在有多張80D的 1019集體營表 表現實在 希望能夠 能夠 號召更多 這種 有居住需求的 有弱勢的居住群 可以先站出來 然後 用這種集體營表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 想要入住的意願 跟你 這種 被 許多條件被限制的這個情況 請 你們 請 請